嗨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是怎樣洗澡的 其實有很多個方法 不過這個是我用過其中一個方法我覺得最適合的 我最喜歡用Johnson baby的Shampoo 因為我覺得它很容易過水 也不會洗完澡會覺得很乾 所以我覺得它很好用 首先濕一下澡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把澡澡擠在澡上 然後在手掌上打圈去清洗 顏色和很多髒東西就會出來了 然後再過水就可以了 如果是一些小的掃 你可以直接把澡澡擠在手心上 然後再前後掃掃掃掃 你會看到顏色已經出來了 掃掃馬上白痴了 因為我都經常洗我的化妝掃 所以污垢也不是很明顯 這次示範一下這個是我用來上眼淚的掃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顏色馬上出來了 很濕濕濕濕的 想想一下如果你不洗的掃 就是不斷織在掃上 也挺噁心的 而且用這些小角色掃掃 要經常洗的 因為如果你們用眼淚 它會很容易硬 這樣就很難用了 你看到也很大分別 請你們喝了它 哈哈 然後我們再過一次水 盡量保持掃掃向下 千萬不要倒轉 不然水很容易進入毛的根部 令膠水融化 就會很容易脫毛 之後我們用毛巾 然後順著毛髮的方向 或者打圈也可以 其實打圈會比較快 之後我們就可以大公告吃 如果風乾的話 也要等它大半天 所以我會放在這個抽濕機前面 這樣就很快乾了 多謝你們收看 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叫pumpkinjan FacebookPatreon 也是pumpkinjan 我會很快看到你們 拜拜